说到黄晓明,他这两天的消息也挺多的,本来他跟叶科复合,就已经很热人瞩目了。 没想到啊,这俩人今天更是连登好几个热搜,引来不少争议。 本来黄晓明今天的热搜跟恋情无关,算是一个公益热搜。 这个热搜也就是正常的宣传。 可是就在这个热搜之后,黄晓明跟叶科突然登上了热搜。 前段时间,两人一起出国游玩被拍到了,所以才爆出了复合的瓜。 也是差不多的时间,baby被拍到独自一人在医院带孩子,应该是小海绵生病,他连夜带着孩子去看病了。 就有人拉踩黄晓明,说孩子病了只有妈妈陪伴,他倒是陪新女友旅游的挺开心。 最近也有消息爆料,说黄晓明回国了,也去照顾孩子了。 与此同时,叶科的动态也换成了国内,还连发了不少动态,应该是跟黄晓明一起回来了。 还有人发现,叶科最近发的照片都是在家里拍的,而且拍了不少图。 这个家,就是黄晓明跟baby之前的婚房。 叶科很多照片的拍摄角度,都跟baby当年的一些照片一样,风景也一样。 所以马上传出消息,说叶科和黄晓明又再度同居了,就有人猜测,黄晓明一回国陪孩子。 可能叶科着急了,怕他为了孩子又跟baby重新复合。 所以才故意曝光这些照片,顺便买热搜。 就是为了宣示主权,顺便逼婚。 再加上,前段时间叶科的前夫出来澄清了一通,言语之间都是对叶科的不满,更让不少人怀疑,叶科跟黄晓明那时候就是双双婚内出轨才在一起的。 如今来看,两人也在一起挺久了,但是黄晓明完全没有官宣女友的意思,也根本没有再婚的意思。 叶科那边可能有点着急了,所以才买了不少热搜,有点逼宫的意思了。 但是据小编所知,黄晓明目前是没有再婚的打算的。